历史客栈之前介绍过八路军120师独妖旅旅长高士一,原本是河北的一个大地主,却依然举起了抗日大旗,加入了八路军。 其实,当时120师除了独妖旅,还同时成立了一支独妖旅,旅长同样是河北人,名叫魏大光。 不过,高士一是大地主,魏大光却是贫农出身,从小就侠干一等,后打抱不平,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,魏大光一份填膺,很快就拉起了一支抗日队伍,在河北一带跟日后打游击。 魏大光非常聪明,他知道日军的实力非常强大,不能硬拼,于是就化整为零,经常偷袭日军,让日军打就打不着,追又追不上,非常恼火。 日军实在没办法,就想出了个美人计,派两个美女特务,或进魏大光的部队进行策反。 美女特务出的条件很诱人,说只要魏大光投靠日美人,要光给光,要钱给钱,要枪给枪,这两个美女特务也是他的了。 部队里有些人动心了,说咱们可以假投降,先拿到日本人的好处再说。 魏大光却坚持反对,说,国家犹如父母,岂能说背叛就背叛。 我就是被日本人杀了,也绝不当汉奸。 那么,这两个美女特务怎么处理呢? 很简单,碰碰两枪,全部打死。 想对魏大光是美人计,也太小看他了。 但是,魏大光这支队伍都是农民,打仗的经验非常少,也没少吃亏。 到了1938年,魏大光听说八路军将二零师挺进河北后,激动的。 说,八路军来了,我们就有扣山了。 1938年11月,魏大光的队伍被改编成八路军集中军区第五支队。 第二年3月,又改为八路军一二零师独二旅,魏大光出任旅长,副旅长是谁呢? 开国中叫廖汉生,也是一二零师师长贺老总的外甥。 贺老总早就听说魏大光是打鬼子的能手,见面后就问魏大光,你算没算过干掉多少鬼子了? 魏大光大气的说,不用算,来一个死一个,直到全部消灭干净。 那么,死在魏大光手下的日军有多少呢? 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,但光是王子庄伏击站,魏大光就歼灭了一千多日美军。 在河北日军的心目中,魏大光绝对是他们的噩梦,做梦都想除掉魏大光,还到处些悬赏公告,不要说活着魏大光了,就是能向日军透露魏大光的落脚点,都有重赏。 但河北的老百姓都知道魏大光是抗战英雄,根本没人告发,而汉奸卫军倒是想发这笔横财,可他们哪敢靠近魏大光的部队打听情况? 要知道,魏大光的眼睛可是火眼金睛,陌生人在他面前疑惑,他就知道,这人是好人还是汉奸。 国民党军也对魏大光非常欣赏,派人来劝详,说巴陆军那么穷,跟着他们能有什么好处? 跟着国民党军,既能发大财,还不耽误你打鬼子。 魏大光毫不客气的回队说,我打鬼子可不是为了什么好处,只要你们国民党军也能真心抗日,我魏大光二。 话不说,绝对支持你们。 1939年5月,魏大光带着新征来的新兵队伍南下时,在河边遇到一伙日军开着气艇过来,日军虽然不知道眼前的人就是魏大光,但一看就是巴陆军将领,二话不说就开枪扫射。 可惜一代名将魏大光,为了保护新兵,丹炒壮烈牺牲,年近二十八岁。 魏大光的牺牲,在摇20时大雷震惊,和老总痛哭流泣,说这么年轻的有为的将领,实在太可惜了。 叶帅也发表文章,属为大光旅长的死,是为国家尽了大中,为民族尽了大象,195年受闲时,廖汉生将军还提起了为大光,惋惜的说,如果为大光没有牺牲,今天也应该带上中将的尖招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